在公元255年的春季 曹魏的大将军司马氏病逝了 他的弟弟司马昭继任了大将军之职 当时蜀汉的魏将军姜维得知 司马氏病逝的消息 觉得有机会可乘 于是在同年夏季率领车季将军夏侯坝 征西大将军张义等数万人马进攻曹魏 姜维率领的军队大约有3万人左右 由于兵力不足 北上出征之初 他固步一阵 声称要分三路向齐山 石营金城进兵 此时 原本担任雍州刺史的郭怀 在年初病死 接替他的是曹魏的重要官员王晶 得知了这一消息后 王晶向魏征西将军陈泰报告 并请英率领军队在石营营迪 他建议分兵守卫齐山 并让梁州的魏军 前往浮海侦查前进至金城的敌军 然而 陈泰认为江维的兵力不足以分兵作战 因此 他建议先查明江维的虚实后 等各路大军齐聚之后再与蜀军决战 于是 陈泰率部守卫陈仓 以防不测 同时 他授予王晶指挥雍州所有军队的权力 并命令王晶坚守敌道 等待援军的到来 王晶出身低微 但在出世之后 他一路高升 意气风发 他是用曹派的骨干人物 反对司马仕的统治 因此备受位抵曹毛的喜爱 此时 王晶掌握着雍州近五万兵马 魏国的雍州地区 数十年来 长期与蜀军交战 战兵数量多 战力强 邓爱曾称赞王晶的士兵为 精锐 这表明王晶手下的军队 无论在数量上 还是在质量上都具有很高的保障 八月 江维的军队行进迅速 很快攻占了浮海 并且打败了王晶部署在那里的前锋军队 接着 他立刻向东进军 前往敌道 王晶坐手兼程 外有陈泰援军 已经立于无败之地 然而 金金守成并不能立下大功 也无法展现自己的才华 拢幼的魏军 都是经过百战锤炼的精锐 足以与蜀军一较高下 如果陈泰赶到 即使能够获得胜利 也无法获得头功 王晶实际上缺乏军事经验 严重低估了蜀军 他认为蜀军经过长途跋涉 必然疲惫不堪 几方一待劳 不给蜀军喘息的机会 在蜀军疲惫不堪的时候 先下手围墙 将其击败 王晶依靠自己军队的数量优势 以及蜀军补给限过长 几方没有后勤问题的优势 自信能够完胜 因此 王晶无视了陈泰 让他坚守敌道的命令 现在浮寒至敌道的必经之路 顾关设防 希望能够挫败蜀军的锐气 然而 这里的地形相当广阔 如果双方兵力相当 那么有可能守住防线 但是王晶只派遣了一支小部队 根本无法防守 很快 顾关的守军就被姜维打败了 这条防线被蜀军突破后 姜维带领他的大军继续向东前进 向淘水的西岸进军 为了让军队确信必能取得胜利 王晶亲自率领大军渡过淘河 在淘河西岸 他效仿韩信的背水一战战术 认为自己在兵法上已经占据了优势 军队士气高昂 军粮充足 采取以一代劳的战术 开战前先将自己置于死地 以此激发全军的战斗意志 绝对可以轻易地击败疲惫不堪 缺乏补给而士气低落的蜀军 并立下不适之功 姜维来到陶河 看到魏军背靠着河流列阵 他顿时笑了 这是他第几次北伐了 终于老天开眼了 蜀军劳师远征 并没有携带工程器械 如果魏军坚守城池 他们可能就会无功而返 然而魏军竟然出城野战 这让姜维有些想不到 姜维沉着冷静的指挥 有条不稳的调度 当魏军发起冲锋时 姜维将重装步兵列为前阵 连弩兵放在后面 抵挡魏军的进攻 魏军连续几次都无法突破蜀军的防线 之后蜀军以猛虎出笼之势 直扑王精 魏军看到凶猛的蜀军逼近 却没有见到他们有丝毫疲惫之态 顿时就慌了 魏军士兵身后是奸程 并不想进行死战 前军一遇到敌军 就立即溃败了 因为背水列阵 没有退路 大量的士兵被自己的同袍 推入逃水 王精此刻已经毁清了肠子 他看着手下的士兵 王精像鸭子一样被江维赶下了河 感到无可耐忍 在这场战斗中 有上万人死于溺水 其他人或者投降或者逃跑 面对突如其来的溃败 王精带着万鱼残布逃回了城中 征熙大将军张义认为 几方已经取得了足够的功绩 建议江维退兵 然而江维不同意张义的看法 继续率领蜀军围攻敌道 王精率领卫军奋勇抵抗 死死顶住江维的进攻 如果马肃选择在当道扎营 或者王精选择固守奸程 他们都可以稳稳地完成自己的作战任务 但是由于他们都高估了自己的谋略 和能力想要立下不适之功 选择了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斗方式 很明显 他们都不是万中无一的绝世将领 最终都被轻易地击败了 陈泰得知王精大败的消息后 立即向朝廷汇报 魏国朝廷感到震惊 司马昭紧急命令 长水校尉邓爱出任安息将军 协助陈泰寻找破敌之策 并且请当时司马家族辈分最高的太尉司马福作为后援 陈泰率领军队进入高城里 夜里派兵悄悄登上敌道东南方的高山 点燃烽火吹响号角 敌道城内的魏军首尉看到援军已经到达 士气倍增 将为看到援军来得这么快 以为魏军有其谋 再加上自己率领的蜀军是轻装上阵 争西大将军张义又建议撤军 因此于9月25日撤军退走 王精战后被召回洛阳 先后担任司力校尉和尚书司马昭市军后 王精因未向司马昭告密 与其母一同被逮捕并被处死